搜水游的风暴冲击食品业 各大量饭卖场的业绩比起去年同期衰退 因此多家业者这回趁着卖场周年庆 卯足全力加码 希望能够力挽狂澜 冲高业绩 我想要感受一下这个立中海鲜 浓汤的好味道是什么 其实等一下加入大家就可以慢慢闻到那个香味 简单DIY教民众自己做菜 因为民众在家吃的实在先驚驚 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不想要买什么 前一波搜水游大商卖场中秋业绩 比起同期爱卖衰退3%到5% 加勒福大润发烧了一成左右 在周年庆档期开跑之际 要力往狂澜就业绩 不用用油的最安心 主打食品安全 气炸锅炸油机 像这类的食安商品特卖三把折器 而另一家进口法国食品 用美食迎战周年庆 正好迎合消费者胃口 我们希望能够突破20亿 成长希望有两位数的成长 这次品项大概增加大概两成左右 那整个进货的品项大概会比平日 大概多两到三倍左右 漫长抢救业绩大作战加码周年庆大奖 除了基本折扣买一送一 大奖有名车3C或是出国旅游 砸钱不手软还降低门槛 或是不限抽奖次数 就是要在这一波周年战中扳回一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